科比的退役使得联盟之中少了一个超距 尽管科比退役已经一年多 但是依然拥有众多的球迷 活跃在媒体的镜头中 科比在TNT采访时曾谈到超级巨星的人选问题 采访中记者曾问到联盟中和他一个水平的球员有多少 科比迟疑了一会儿 回答道卡特和詹姆斯应该是达到过和在那个层次的人 在谈到库里时要是他们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以后很有可能会超越自己 还提到了微少很像年轻时候的自己 在这之前美国媒体也评选过联盟中的超级巨星 与科比不同的是媒体认为联盟中有四个超级巨星 分别是詹姆斯诺维斯基杜兰克安东尼戴维斯 联盟第一人詹姆斯是毫无疑问的超级巨星 尤其是去年的总决赛 带领着骑士逆转 获得了总冠军 在今年的季后赛中 更是证明了自己的地位 无论何时 詹姆斯已经成为了联盟中超巨的代表 因为他用实力证明了一切 虽然诺维斯基已经到了生涯末期 生涯只获得过一次总冠军 但是他同样证明了自己 那一次的总冠军足以证明自己的超巨地位 他当年的表现极其出色 而且当年的小牛面对的可是热祸三巨头 但是个人有个人的看法 不知诸位心目中的超巨是谁